无独有偶和英国隔着英吉利海峡的法国也决定延长禁足令一个月 法国总统马克宏在疫情爆发以来的第四度演说时表示 法国的疫情还没控制住 所以禁足令将延长一个月到5月11号 马克宏在演说时也坦言 面对新冠肺炎的侵袭 法国并没有做好万全准备 错误的判断导致医疗品匮乏的窘境 法国计划在5月11号民众能够取得口罩之后分阶段解封 但搭乘大众交通工具的时候必须全程佩戴口罩 特别记者杨博士报道 好 再来关心美股收盘的表现 上市公司重大财报发布之前 美股今天跌多涨少 财报季本周即将开跑 投资人将知道新冠肺炎的冲击 经济大规模停摆之下 企业业绩的受创情况 中场道琼指数下错了328点 跌幅1.39% 收在23390点 标准普尔下跌28点 跌幅1.01% 收在2761点 纳萨克上涨38点 涨幅0.48% 收在8192点 吼哨奇数下跌幅1.01% 依旺的华为 我喜欢啊 吧 我喜欢啊 都希望啊 我喜欢啊 我喜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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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多开心 今天是礼拜二 一直到下个礼拜二 天气都是稳定的 甚至在中午前后 又回到了30度左右的高温 会有点像夏天的感觉了 所以天气变化真的是还蛮大的 你记不记得三月多的时候有几天 好热已经像夏天了 然后这两天又早晚那么冷 6度10度又像冬天 现在突然之间又要回到夏天 真的容易感冒 所以要特别注意 随着温度 随着气候 穿脱之间 特别注意 真的是不要感冒了 这个时候感冒 不管是感冒咳嗽 有些误会 或者是说你需要去诊所 去医院 都会凭天一些风险 而且抵抗力也会变弱 所以这些部分 要特别注意天气的变化 一直到下个礼拜二 三 大概是下一波天气变化的时间点 那个时候会有封面接近 所以到时候也会有冷空气报到 但是会不会到那么冷 就要到时候再看了 因为天气春天 变化实在是非常的快 好 回到今天 所以今天的天气慢慢的回温 而且是晴朗稳定的天气状况 在未来这个礼拜 都可以掌握这样的好天气 不管你是要出去走走 戴着口罩 维持社交距离出去走走 还是说要在家晒棉被 都可以 好 那OK 不论如何 这个天气很好 是蛮开心的 但是的话 天气好 空气品质又不太好了 空气品质 今天看起来全台湾 都是在橘色提醒的范围之内 从北边 北部 竹苗 中部 云嘉南 高平 宜兰 连宜兰 还包括外岛 金门 马祖澎湖都是橘色提醒 OK 好 所以这个部分最主要 就是天气转暖了 然后我们的本地 大气的污染物 累积 加上中午前后的光化 反应的关系 所以空气品质有变糟 所以这个部分 要稍微注意一下 OK 好 所以这些部分 是有关于天气跟空气 相关讯息提供 那么来看每个地方详细的温度 还有降雨几率 降雨几率都是零 只有外岛地区是零到百分之二十 那来看温度 在北部地区呢 是十二到二十五度 中部十二到二十五度 南部十一到二十九度 好 在东半部地区呢 宜兰十一到二十四度 花东十五到二十四度 外岛十二到二十四度 OK 好 所以呢 这些是跟今天天气相关的讯息提供 OK 好 所以天气蛮舒服的 只是呢 昨晚温暢还是大哦 好 所以特别注意 不要感冒了 开关天气 一样的 接下来看的就是疫情 好 疫情的话呢 在今天看起来应该有一点点啊 这个美国有一点点趋缓的感觉啊 就是说至少没有像前几天又一下子 从一万多两万多到三万多 三万多之后下来两万多 两万多之后就上去三万多 现在大概又是下到这个两万多了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了啊 所以呢 先是一个比较曲线 看起来啊 又不是一个抖升 持续上升的一个状况 这应该算比较好的消息 好 那么来一个一个看看 我们先就全球来看 目前呢 188个国家当中呢 已经有191万人确诊 然后死亡是 119,065 所以很快的要来到12万人了 好 那这个全球确诊人数最高的 也还是美国目前呢 已经来到了57万7307个人确诊 23,219个人死亡 好 在台湾昨天呢 也新增了5例确诊 来到了393个确诊 死亡16个人 好 所以呢 这个是比较主要的啊 好 那我们来看 很快的 我现在觉得应该 这个就总体数来看 我们来分区分周来看啊 这个可能会更清晰一点啊 就美国 我们先讲美国 这个美国呢 目前是全球确诊人数最高的嘛 我们刚刚讲到了 然后呢 在美国 它的上面 加拿大 加拿大目前呢 25,551个人确诊 767个人死亡 好 所以呢 加拿大也还蛮值得注意的 巴西 巴西呢 23,430个人确诊 1328个人死亡 所以 这是在美洲部分呢 比较值得注意的是 上万人确诊的一个状况 秘鲁也毕竟上万人确诊了 目前是9784个人确诊 135个人死亡 那另外的话呢 就几个这个确诊人数比较多的 是美国 加拿大 巴西 跟密鲁之外 厄瓜多的死亡人数 355个人偏高 那另外的话呢 墨西哥也是 墨西哥虽然就4000多个人确诊 但是他也有接近300个人死亡 OK好 所以呢 就在美洲部分 比较值得注意的 好 那欧洲部分的话呢 一样的 几个国家 医序啊 这个总数 就总数来说的话 那目前呢 这个规模来看的话 西班牙 西班牙17万人 OK 对 17万人确诊 那17000多个人死亡 意大利15万 2万多人死亡 法国13万确诊 1万4000多人死亡 德国12万人确诊 3000多个人死亡 所以他的死亡偏低 英国呢 是89000多个人确诊 1万多个人死亡 那比利时也是来到了 3万多人确诊 那这个荷兰2万6 瑞士2万5 比较值得注意的是 是最近有开始往上走的 俄罗斯 俄罗斯呢 已经到18328个人确诊 148个人死亡 葡萄牙 1万6000多个人确诊 奥地利1万4 对 然后呢 瑞士 瑞典1万 爱尔兰也开始变得多了 这也是1万 大概来说的话 这些是在欧洲地区 算是上万人确诊的国家 所以比较值得注意的是 其实我们讲到了 在西班牙 意大利 还有法国英国之外 那其实比利时 荷兰这几个国家 一直都是确诊人数偏高的 包括瑞士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俄罗斯 最近这些天 来的速度更快了 那另外爱尔兰 我一直发现 这个速度很快 葡萄牙也是 所以就是在欧洲地区 几个比较值得注意的 重灾区 好 那在亚洲 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先看西亚 西亚的部分是伊朗 伊朗一样是 7万3000多个人确诊 4000多个人死亡 土耳其是最近的暴震比较快的 6万多个人确诊了 1000多个人死亡 以色列也快 以色列已经到了 1万多个人确诊 100多个人死亡 好 现在在西亚地区 是伊朗 土耳其 跟以色列是重灾区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是我们的亚洲 这个亚洲部分的话呢 一样 这个中国跟南韩放在前面 但是它目前的话呢 确诊人数相对来说都低 不过呢 中国大陆呢 也连续两天 这个新增的确诊人数 大概有100多个人 所以呢 大家也是稍微的 要特别注意一下 包括中国大陆自己 也在注意 那再来的话 那是印度 印度呢 1万多个人确诊 358个人死亡 好 那所以呢 这是亚洲部分的重灾区 上万人确诊的 是中国 南韩跟印度 那目前的话呢 日本 日本的这个确诊的规模 也越来越高 它目前已经8000多个人确诊 155个人死亡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所以呢 相对来说 亚洲还是比较轻微的 不过亚洲有两个国家的 死亡人数也是偏高 一个是菲律宾 目前呢 4000多人确诊而已 但是呢 有300多个人死亡了 那另外印尼 也是4000多人确诊 接近400个人死亡 所以呢 这些部分 是就整个州的概念来看 但是目前来看的 全球的这个疫情 还是要看最新的新增 好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新增的状况 这个新增状况 我们刚讲到 美国似乎有稍微的 又觉得有稍微缓下一点点 因为他昨天呢 新增的确诊人数是26,000 没有到先前的3万 26,077个人确诊 然后呢 1505个人死亡 好 那这个是美国目前还是全球速度 这个增加最快的 但是呢 有稍微的慢一点点 那就欧洲来看的话呢 还是一样 英国目前已经成为每一天 过去这几天都是英国最新的新增确诊人数最多的 英国昨天呢 是4340个人确诊 717个人死亡 法国呢 4188个人确诊 574个人死亡 好 所以呢 这是在欧洲的重灾区 那接下来是西班牙跟意大利啊 分别都是3000多个人确诊 OK 我们休息会呢 再回到现场 那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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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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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些州都算是美国目前的比较伤脑筋的一些地方 好 那这个是来自于美国 那这个在欧洲地区的话 我们刚讲到了 英国法国还是目前的这个确诊的 新增的确诊案例最多的两个国家 所以已经超过了西班牙跟意大利了 那意大利 这个西班牙在昨天是3268个人确诊 547个人死亡 意大利是3153个人确诊 566个人死亡 那这个新增的确诊的人数 都比英国法国的4000多来的少一点 但是在欧洲之外 就欧洲的4个国家 目前的这个新增确诊的案例跟死亡人数 都是比较多的 比较重灾区的4个国家 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 是来到了土耳其 所以我们刚才特别提到了 就这个西亚地区来看的话呢 虽然伊朗的总体的数字 这个确诊人数跟死亡人数还是多 因为在过去那一波 它来的爆发的很快 但现在土耳其呢真的是激起直追 所以昨天的土耳其新增的确诊的案例 也直逼英法 它是4093个人确诊 98个人死亡 那接下来的话呢 比较值得注意就是俄罗斯 俄罗斯昨天新增2558个人确诊 秘鲁也是新增2265个人确诊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土耳其啦 这个是过去这几天比较值得注意的国家 然后俄罗斯跟秘鲁这两个国家 最近这几天也是一样 它新增的确诊人数呢 都突然之间增加不少 所以我们也特别关注到 就是说像中国大陆 他们连续几天的新增的案例 不少是来自于俄罗斯的 有时他们的境外移入 所以过去是中国往外 现在已经是往内 往内的话呢 依序从欧洲啦 美国现在到了俄罗斯 成为中国输入最多的 境外移入的案例的来源国 所以这是秘鲁 那另外的话呢 巴西也是一样新增1000多个人 加州新增 加拿大新增1000多个人 这都是最近 这个等于是昨天 这个等于是灾情 还算是比较值得注意的一些地方 好 所以呢 这是在全球的疫情部分 目前的最新的一个状况 好 那当然还是有些好消息 这个好消息就是美国呢 目前看起来 不过这个好消息有点纷争了 就是说他们呢 尤其是美国总统川普 是一个急性子 他觉得美国的经济 不能够再这样子下去了 那目前看起来呢 这个数字啊 至少是没有那么急剧的上升 所以呢 有个趋缓的局面 所以他现在正在啊 希望能够呢 来进行复工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 很多的话题都跟复工有关啊 那但是呢 是不是真的可以复工了啊 复工之后会不会带来更糟糕的啊 这个疫情啊 除了在专业上面 川普跟专家之间有一些 不同的意见之外 再来就是谁有权利宣布复工 现在呢 川普觉得是他的权利 是联邦政府的权利 但是呢 各州州长都觉得各州的状况不一样啊 那只会由中央统一宣布谁复工呢 所以州政府觉得是他们的权利 所以呢 有关于谁有权利 这个来宣布复工 也是炒成一堆 所以呢 这个部分的话啊 是目前的这一两天 其实有点高度政治化了 就是疫情在美国 目前这个话题里面的越来越政治化 好 不管如何 我们先从这个欧美股市啊 这个状况开始看起 复活节过后啊 状况是不是好一点呢 嗯 还好 涨跌互鉴 我们先从美国开始看起 和在美国呢 道琼国益指数下跌了328点 呃 6点 收在呢 23390.77点 跌幅是1.39% NASA指数上涨38.85点 收在8192.42点 涨幅是0.48% 而S&P500呢 下跌 跌了1.01% 呃 非诚拜导体上涨 涨了1.37% 好 所以呢 就是涨跌互鉴的美国股市 那欧洲股市三大指数呢 是小幅上涨 哦 法国呢 涨了1.44% 德国呢 涨了2.24% 另外呢 英国金融时报指数 涨了2.9% 好 那这个 嗯 欧美股市呢 呃 这个就是 尤其美国了 美国呢 他们这个涨跌互鉴 最主要的话呢 好消息 当然是美国总统川普 已经连续的释放出消息 昨天呢 他也再次推文 表示会很快的做出呢 经济活动重新开放的决定 而不过他特别强调说呢 呃 这个啊 这个联邦政府才是决定 呃 这个复工 最主要的关键啊 不会是各州州长 那但是呢 各州州长 我刚讲过了 他们呢 却是各自有不同的看法 譬如说纽约州 目前就联合其他的五个州 打算来共同拟定呢 有关于接下来的经济开放 以及复学的相关计划 意思就是把这个权力抓在手上 所以呢 目前呢 出现了中央跟 他们的联邦政府 跟地方的州啊 争权啊 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不论如何呢 反映出来的讯息 当然是他们都认为 疫情最糟的状况 已经过去了 所以包括呢 纽约州长啊 这个Como 他在昨天就说 他认为呢 最坏的时刻已经过去 值得呼吁 这个纽约州民 依旧的要遵守相关的抗议措施 让这个纽约州能够尽快的 能够能够恢复常态 我们休学了 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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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疫情当中目前争执最多的 或者说讨论最多的 就是美国什么时候可以开始 重新恢复上学 可以重新恢复上班 上工 看起来确实疫情有趋缓 然后经济的压力颇大 目前失业的状况也很严重 所以其实也不只是川普为了选情 各州也都希望能够尽快的 让整个的事态 恢复相关的正常的状况 只是说什么时间点真的很重要 还需要非常专业的疫情专家的研判 再来一个就是说 这个权力到底是属于联邦政府 还是州政府的 所以这一两天真的是争执不休 这个部分的话 甚至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川普 他也批评 我们最近还是跟大家讲到 纽约时报在过去周末 不是有一个inside story 这个讲到说在过去这两个月 这个川普是怎么样措施先机的 有多少的防疫专家跟他提出一些建议 甚至他的这个贸易代表 这个Navarro也提出一些手上 要展明数字的 就是说如果不尽快的 这个采取一些措施的话 什么会有一点一亿人感染了 会有七百七万人住院了 会有五十八万人死亡了等等 但是呢 昨天的川普一概否认 他说呢 这是fake news 他说呢 纽约时报造假 然后他也讲到说呢 有关于这个媒体报道说 相关的复工权是属于州政府的 也是造假 也是假新闻 所以他看起来显然的 对这个权力啊 应该为了他自己手上呢 他非常非常的这个坚持 但是呢 虽然复工的权力要握在手上 但针对呢 先前呢 没有这个核酸塞技 他说都是州政府的问题 然后缺口罩 缺防护衣 他说这个州政府应该尽快的去准备 怎么搞的 怎么都不去准备呢 所以呢 像这种时候 需要大家救急 然后呢 来抢救防疫的时候呢 川普又全部都说 这是州政府的权力 但是呢 要说到经济复工的时候呢 又要把这个权力往身上揽啊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呢 目前美国针对这个部分啊 其实川普的做法啊 已经引发了这个就是 他们在抗疫的同时啊 有那种很政治上的 权力争夺上的紧张关系啊 所以呢 当他硬起来的时候呢 州政府啊 也看起来都很多 都硬起来 譬如说 尤其纽约州长 他就觉得说 只有他最能够去掌握啊 这个州政府 每一个州的疫情啊 他认为应该由州跟州之间来做决定 或是来相互串联 好 那所以呢 这个部分是在期待啊 这个美国的经济 是不是开始有些部分可以复工的同时啊 可能特别注意的一些焦点 那尤其是这一些疫情专家 也真的非常的紧正 也非常的担忧啊 他们认为说 如果过度的鲁莽的话啊 会让美国的疫情又陷入啊 另外一波的高峰 好 那这个呃 目前看起来就要看这几天了啊 这个美国最后啊 这些不管在政治上的政权力争夺 还是说在专业上的研判啊 到底最后决定怎么样啊 不过就长期来说 就算慢慢开始啊 这个重启经济 目前呢 这边呃 经济可能还要花一段长长的时间 才可以真正的复苏啊 那这边是美国的明尼苏达州的啊 FED 就是连呃FED啊 他们的分行的总裁 他说呢 大概要历经18个月的时间啊 才可能的真正的复苏 但是呃 有些呃 相关的呃 这个企业呢 也试图啊 要让他们的一些呃 该有的工作的进展能够恢复常态 譬如说苹果 苹果呢 评价的机种 新款的iPhone9啊 说这个礼拜 很可能呢 就会进行新机发表啊 所以一样的 想要来发表新机 这个售价呢 是399元 嗯 我刚算了一下 大概一万一万出头吧啊 所以真的是比较平价的手机 不过 iPhone12系列的6.7寸的新版手机 可能就会延迟 所以呢 这是有关于苹果的相关话题 那另外的话呢 还有一个蛮值得关心的话题 其实是台积电 台积电呢 呃 先前说华为海思啊 砍单5奈米的订单 不过呢 最新消息是说呢 这些被砍掉的订单呢 苹果通通吃下了啊 所以呢 这对于台积电来说 会是一个好消息 那再来的话呢 除了疫情关注 呃 该进行的事情 也还是应该要进行的 譬如说财报季啊 所以呢 呃 这个最新的财报季啊 开始这个礼拜呢 要登场了 只是呢 这个财报看起来 嗯 应该不会太好看 好 那而且这个财报怎么算啊 这也是很双脑筋的 好 这个摩根大通 大通跟这个富国银行 在今天啊 这个稍晚 他们都会公布呢 第一季的财报 好 所以呢 大家也都是在等着看啊 不过呢 各个企业当然也都说了 目前呢 因为美国停工的关系 又维持社交距离 居家隔离等等 对经济带了极度的不确定性啊 OK 好 所以呢 这个财报是不会好看的 只是接下来未来啊 怎么来进行部署 对他们来说 可能是更重要的啊 所以呢 美国这个接下来 不管是联邦 还是州政府 对于这个经济重启计划 到底是如何安排 这件事情 对企业来说 会是一方面呢 很期待 二方面呢 也觉得应该要非常警惕的事情 OK 好 所以呢 这些是跟欧美股市 比较相关的话题 那再来看油价啊 这个油价在昨天的话呢 是涨跌互建 最主要是因为 他们是个相关的减产 讯息啊 一开始呢 这个减产的会议 虽然开了 但是减产的幅度 似乎呢 不符合预期 但是昨天呢 又有不同的消息面啊 就是说 看他怎么去计算了 包括呢 美国这种 川普也非常在意 这个油价嘛 所以他也居中协调 他说呢 这个970万桶 每一天啊 这个减产的共识 太少了 他说呢 至少要2000万桶啊 才可以 那看你怎么计算啊 那这个昨天呢 沙热店阿拉伯的王厨兼能源部长 他说呢 如果把这个OPEC呢 想要减产的970万 再加上原本G20承诺的呢 要作为 呃 承诺要减产的 还有一些呢 储备用的石油采购 纳入考虑的话 其实全球削减石油的供应量 大概已经来到了 每一天削减 1950万桶了 这个距离呢 川普所说的2000万桶 也差不了多少了啦 所以意思就是说 其实他们减的 比大家想象中的来得更多 那不管他这个 花是怎么说的啊 在昨天的 这个油价影响呢 是涨跌互建的 在纽约部分 下跌了1.9% 1.5% 收贷每一桶 22.41块钱美金 伦敦布兰特原油小涨 涨了0.8% 收贷每一桶 31.74块钱美金 好那所以呢 这个部分是跟 油价相关的部分啊 好那呃 这个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当然还有很多 跟经济相关的话题 呃 这个在花街日报报导 比较多的啊 就还是跟川普 跟各州之间的口水战啦 那这边特别强调的 就是说 川普昨天再次重申 针对复工最终的决定 要由联邦政府来做 而不是各州州长啊 他说呢 由州长来做 是不正确的事情 我们续续再回来 嗨 我是温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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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